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Miss 98 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哇 昨天晚上美股大跌 尤其是费班大跌的3.3% 今天台北股市是开低的 最终下跌了144点 指数来到了15418 成交量也放到2390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疑心生暗鬼 因为市场担心 接下来3月份 美国的升息可能又会扩大 是 事情还没发生 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什么可能都会有 什么样的说法都会有 所以有人扮黑脸 也有人会扮白脸 当航情涨高之后 大家都会乎乎乎 所以大家担心 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又扩大升息 所以昨天道琼跌了697点 纳达克跌了2.5% 分成报道体跌了3.3% 昨天反而欧洲是比较强 欧洲昨天开低走高 德国小跌0.5% 英国小跌0.4% 法国小跌0.3% 昨天欧洲发布了欧元区 2月份的综合PMI PMI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这个指数用50分多空 50以下是衰退 50以上是成长 那去年第四季 整个欧洲都步入衰退了 没想到1月份转为5.02% 转为成长 那2月份昨天发布出来 竟然高达52.3% 所以整个欧洲股市 昨天开低之后 被这份数据全部又带上来 呈现小涨的一个局面 那台阶股市被 美国股市昨天下跌给影响 所以给你开低嘛 那你们趁开低的时候 金融费高票 有没有 跟早盘最多跌217点 前两天低都只有三四十点 四五十点 下跌都有限 可是都是开低走高 那今天一下子开盘跌那么多 是让你减便宜过的好机会啊 六六区 说的都很简单 真的要叫你走 比登天还难 你如果不敢走 找林和宴嘛 找林和宴 一天一个便宗 我就不会带你下去做了嘛 我们今天趁早盘跌的时候 我们也买了一些股票啊 那涨高的股票 我们也卖掉一些 今天有进有出 进哪些股票 出哪些股票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我跟你说这个行情没落去啦 上礼拜四跟礼拜五两天 外资台子期进多单 两天买高清 一百七十九口啊 台子期是高风险高利润高杠杆 保证金只有七%左右而已 所以数量都很大的 那这种高风险高利润的产品 外资赶在这个位置大买 他就有恃无恐嘛 对不对 如果行情真的崩跌下去 外资就输得退后啊 是 所以你看这几天都是开地就走高 开地就走高 有一支手都会踏起来嘛 所以你了解这个环节 只要一下跌 跌越多越好 多越多 你就要求越凶嘛 所以今天跌217点 你也赶到费 是不是又拉上来了 是 周盘跌144点 嗯 怕你不赶费而已 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嘛 起管的就不要堆啊 人家又赚底部的股票 你看今天涨高的股票 很多都跌很重啊 嗯 3035的资源 怕它要跌停板起 市新跌了4%多 对不对 那包含 最近强势的股票 省准也跌停 华星光也跌停 总起管的啊 跌部的股票 同样又来起嘛 你看今天高的股票负胜应用 大涨 起6块半 地保也在起 今天地保也涨了1块钱 对 中光店 今天也是去 我今天卖中光店 不是 为什么卖中光店 等一下告诉你 嗯 所以你不要去 担心指数 指数400点区间 已经走今天第18天了 所以 涨高的 不要理他 甚至于逢高卖也可以啊 然后找底部的股票 又快落下就对了 大方向没有结束 指数涨涨跌跌是正常 内股会一直轮动 一直轮动 赐中价钱一并权而已嘛 提款那人的贵 卖掉钱收回来 再转到底部的股票 循环一直操作 这样做 就没有错 不然我找您的眼 我说过 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钩票 都在注意全球的卖动 我在股票市场三十几年的经验 光是在投顾当分析师 民国83年 净投顾到现在 我当分析师代会员都已经28年了 我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带你 尤其我坚持 只买底部的GEO股 涨高的我也不要 业绩烂的投机的 我也一概不碰 我会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你对我这样做就对了 昨天特斯拉也跌了5.2% 特斯拉跌5.2% 也正常的 一国的 涨了110% 过年前特斯拉跌到 101美元的时候 专期任务林威院刚才在说的 告诉你特斯拉要涨了 电动车要涨了 我专期任务跌下 后面特斯拉大涨一倍了 最近大家就要谈电动车了 我刚才说的 我们特斯拉概念股我们锁定茂连 你都知道 240几块就开始没了 完全没去 大半去三千点 那都没去 你看茂连 前两天已经飙到多少 291 对240几块去到291块 1厂4万几块 10厂就40几万了 这样有好谈吗 有这个对不对 有跟到你就开怀了嘛 对不对 你就开心了嘛 这两天 茂连有跌下来 没关系啦 特斯拉都去一倍了 茂连这一步四股 就去赌打出来而已 200时去那200到 也不过两成而已嘛 对不对 有下来 好的买点 再挖 还可以 几块钱 茂连可以再挖 想操作茂连的 你还用蛋 你捡便宜 我跟大家讲过 特斯拉有如此的成就 台湾是它的后盾 特斯拉有八成的零件 都是台湾这一边的厂商 在供应它的 从车电系统 到马达系统 电池系统 从车身 到充电系统 几乎都是台湾的影子 降八十几% 所以你光是特斯拉概念股 这周你就算不完啦 最近特斯拉概念股 大家都在标 党党都在标 所以有时候 你也不要说 我什么都要做 各行各业你都要碰 没关系你的事嘛 对不对 光是一个特斯拉概念股 就够你完了 就够你赚了 电动车这个族群 更是庞大 你看看我盘第一天 我就买台办 我们买八十二块的 每天讲每天讲 台办是比亚迪概念股 同时也是宁德时代的概念股 你看从八十二块钱买了之后 一路标到九十五块钱 比方九十五块钱都可以拿钱啊 九十五块钱已经来一波的关键嘛哦 而且上面的套牢量 现在量不够 不要去堆 我们有来得来求 你看说着说着 台办对九十五块钱今天跌下来 今天最低八十九点七 我首先来拿钱嘛 下来敢不敢买 哇看就拨都不敢了 我们今天又下去买台办了 我们今天通知会员台办九十块钱买 最低八十九点七就好没 我们在十点钟的时候通知 十点半来到八九点七 全部没得到 买完之后 哎 过去买到九十一块钱 现买现赚 是 现买现赚 所以航行蹲下来你会咬买 尤其这种 咕咕断断断 大方向的股票 尤其德博都开始 电动车这周 千万不要错过 你看地宝也是啊 我们地宝下来 七十三块就开始讲了 有没有 都有送报告给你们啊 地宝最近在狂飙 飙到八十九块钱 七十三块飙到 八十九块 一张万人 一张一万六 十张就十六万了 买十张 七十几万里有没有 你们都有啊 你敢做不敢做 敢买不敢买而已啊 你们可以抗你的手就敢买了 对 你看今天地宝还是涨啊 半天落到百几点 地宝给你们就去一块钱 所以你不要想说 哦我水泥也要 食品也要 塑胶也要 我每个人都买 四人头也买 你们家又不是开银行了啦 对不对 你们家又不是开银行 是 你的资产不就是 投入股票资金不就是 几十万几百万或几千万 把你有限资源 集中在最好的族群 未来最具爆发力的产业 这样做你就贪大钱了嘛 我们有电动车族群 电动车族群 只做电动车概念股 电动车族群只做电动车概念股 这是未来十倍数的行情啊 到2035年欧洲停产燃油车 目前电动车市占率只有10%而已 所以未来十年 会有十倍数的成长 所以你就光是全力锁定 电动车这一组 电动车这一组 从特斯拉概念股 到电动车概念股 加到七八十几 这七八十几就够在算了嘛 起管的就不要买味了 等它下一次又跌身再来 底部还没涨的就优先锁定 那就在这七八十家里面 轮流一直坐轮流一直坐 未来十年 你有刚扣电动车概念股 你就可以赚个十倍的利润了 赚个十倍的行情了 你如果有兴趣要全力锁定电动车的 你可以加入我电动车族群 十倍数行情的行列里面 那到底来做 我今天买了一档 我今天除了买台办以外 也买了一档特斯拉概念股 这档特斯拉概念股 是特斯拉概念股里面 最后一档要不去的股票 你们找不到啦 我们开盘九点半 就开始叫会员买了 然后今天大涨了六% 从开低到收盘 大涨六% 这支股票很趣的哦 它是所有特斯拉概念股里面 完全没去最买一支 而且更有趣的哦 有时候分析不是单纯看现行而已 我之前教过你们一个嘛 一家公司手中现金 如果大于总市值 这些股票后面都一支整包的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是 你知道什么叫总市值 总市值就是全部分股票加起来的金额嘛 那总市值也等于公司的总财产嘛 公司的总资产嘛 那公司总资产里面 有有形资产有无形资产 有形资产有土地厂房设备订单存货 现金转投资叫你最夯 无形资产也有商与专利 员工人才每年固定的订单 那只加起来就是总资产 就是股价总市值 你知道这家公司 光是手中现金264亿 金融资产131亿 存货也有105亿 结果现在股票转播加起来 129亿 转播股票加起来到100厘9亿 银行里面近年有264亿 金融资产有131亿 存货有105亿 我在说什么 如果我是郭台铭 当然我们没有他这么多钱 假设我有129亿 我把这家公司全部股票买下来 变成我单独的公司 我个人的公司 变成我个人公司之后 我花129亿 结果银行里面有254亿 我是马上就赚一倍了 是 然后存货又有105亿 对 都赚一倍 金融资产又有131亿 都赚一倍 然后土地厂房设备那些 全部免费赠送 你知道他每股净值高达 914亿 现在才30多亿 这种情况的机会很少 你要很注意去看财报 只要逮到那种机会 就是赚一倍的行情 我现在全力布局这一档 特斯拉供应商 最后一档补涨股 30几块 每股净值高达 高14块 手中现金 大于总市值的一倍 想要操作这档个股的 利用我们现在活动 一季的费用 我们一起赚一整年 甚至可以加入我们 电动车主群 十倍数的行情 这个主群 我们一起来操作 把那样进来 好的谢谢老师 任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和颜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特斯拉供应商的 最后一档补涨股 你就有机会领先市场 利用我们一加三的 特别业位活动 跟上脚步 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听众朋友 底部进场不宜也难 想要领先卡位 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跟着和颜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二月份营收有机会 创历史新高的 基优好股 你就有机会领先市场 现阶段我们一加三的 特别优惠活动 现在参加只要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欢迎你来店报名 抢优惠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机会是不等人的哦 赶快把握机会 02 239 239 88 另外在个股上面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老师 Light at 以及Telegram账号 Light的ID是 小老鼠 PRO888 小老鼠 PRO888 Telegram账号 是 PRO 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头顾的 林和彦总顾问 刚刚恒宜老师跟我们分享了 震荡拉回 是找好买点的机会 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对股票 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些个股可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间跌144点 最多跌217点 开地你有快落下吗 要买对啦 起管就不要插利了 甚至逢高卖也不错啊 对 你看我们的股票 是 华锦店 八十二块 百三块没掉 这样就六十几%啦 给我们华锦店 纯一百二十四块 所以你会想买底部 你就会贪大钱 三十八五十八六 就贪在中 起管没掉 钱收回来 我们再来买底部的股票 再买底部的股票 这样做就对啊 一笔钱 可以投资好几次 你看我今天卖中光店 中光店我们 隔年钱 无人机 话题 我们就开始说了 对不对 我们五十四块 五十五块没的 今天中光店 起到 六十五块 中光店今天还是很强啊 那我今天叫会员 中光店卖掉 为什么要卖 哦老师中光店 你凶金真的要买 你知道中光店 今天成交量 三千八百张 真凶 可是前一波的套牢量 高达三万张的量 那你三千多张 要去洗三万张的套牢 就不大容易嘛 对 那既然不大容易 我们已经赚了十块钱 赚了两成了 那就不用跟他留恋嘛 不可以跟他说嘛 先卖再说嘛 对 等他有下来 我们要顶求嘛 就像台办一样啊 去那九十五块 跟你讲 那边套牢很重 我们说堆 丹六块 九十块 五块都回来 对啊 这样就对了 所以涨高你要会卖 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来买 这个行情 你要关心的 不是指数涨跌的问题 你要关心的是 二月营收 有哪些公司 会创历史新高 这是下个礼拜 全市场最热门的焦点话题 在消息还没发布前 你就要开始 把这个标的找出来 开始去做减便宜的动作 你还不知道来找我 你不知道我都知道 我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高票 所以我都知道 因为今天刚才在讲 特斯拉最后一档 底部起涨股 花了太多时间 今天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没时间讲 没关系 那每天讲的 早一天没讲的没关系 台积电 二月营收 有机会创新高 环球经 会不会创新高 地保会不会创新高 茂联会不会创新高 都很有机会 可是有一家公司 我几乎可以告诉你 一定会创新高 哪一家 高尔夫秋干的附身应用 附身应用间 因为大涨 六块半 已经二百三十五块了 我们当时开始讲 我们二百控制 二百控制 二百控制 买完后 就开始讲了 二百控制 二百控制 现在二百三十五 是不是一张又三十块了 你知道去年 从俄乌一开打之后 全球景气跳水 美国一直升息 对 你知道去年全球 有三大产业 是高成长的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可能会猜到一些 第三名是谁 伺服器 去年成长60% 第二名是电动车 去年成长70% 这两组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去年第一名的产业是谁 知不知道 高尔夫球干 高尔夫球干 去年是成长一辈的产业 就全市场没人在说 大家都在说共生国 大家都在说现行 没人在看这个基本面 全市场只有林河宴在做 高尔夫球干 尤其我们做的是 龙头厂附身应用 去年一国贪要四十块 一百一十年十八块 去年跳到四十块 高尔夫球干 比较五倍而已 中国贪你不敢买 你要买什么 我知道很多人有跟 有跟 今天都去做不错 大半了 哎呦 副政应用大气 很爽的 正要加速而已 正要加速而已 还有哪些公司 二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目前股价刚从底部要开始了 赶快搜寻 尤其这一档 特斯拉供应商最后一档底部七档股 净值高在四块 现在高级到三十几块而已 这两天我们全力要布局 倍数股的行情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 电动车十倍数行情的主群 我们一起锁定电动车 全力出局 大家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 想要复制复顺应用 帽连台办 还有地宝中光电的成功模式 赶快欢迎你利用我们一加三的特别业务活动 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二月份营收有机会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你就有机会领先市场 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顾的林何彦总顾问 老师谢谢您 好祝大家投注胜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二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的机优好股 你就有机会领先卡位在底部 利用我们一加三的特别优惠活动 现在参加只要一记的费用服务你到年底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欢迎你来店报名抢优惠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哦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